紧於樹尾,細柔零池一方 搖曳生姿,瓦若妙筆惠丹青 如夢如畫 濟南珍珠泉東,青巡撫大唐西北 白石刻紅字,策立泉池邊 小池明楚,獨成一景惹人戀愛 青康熙七年,山東巡撫劉芳竹命公益絕途 意外湧出此泉 劉芳竹甚是歡喜 氣壘迟岸,須養白尾鯨魚 並就心泉取名一事,詢問其幕僚 詩文大家,諸宜尊 諸宜尊曰 尔雅,水自己初為楚,其楚全乎 極巧戒,極水岔流,名為楚水之义 為心泉取名楚泉 並因其原成尤解而作楚泉祭 以青蓮二字勸借為官從政者 若能劫己於上,賓客同心 则將如泉一般無吶仙塵 從始至終成結清廉 時光走過了三百個春秋 古往今來,方池安住一處 一盡世事而原成依舊 眾流一清 不經不乏,深藏若虛 從無言語,卻足以審世